最大的阻力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这句话我倒是觉得不只是华为试用 中国股民一样试用 今天的华为新品发布会 除了他们自己的各大官方渠道 人民日报啊新华社新华网 这些官媒也是同步直播报道的 发布会的直播规模创下了历史之最啊 不愧是中国科技的骄傲 有关带动整个技术创新和国产替代 所以哪怕是指数回调 华为概念中像F5G啊 华为欧拉啊华为汽车表现也还不错 除了华为呢 今天特斯拉机器人也传来了好消息 人型机器人的感知大脑运动控制能力升级 几乎是全面进化 后期呢可能会给机器人板块带来一些机会 另外昨天晚上直播提到的新型工业化 接下来也可以重点去关注 包括工业母机啊 工业互联网 工业机器人数字经济等各个方面 这个方向呢是符合政策面和基本面 加技术面三点公正的 不只是昨天高层做出重要的指示 之前国产会也有提到 要研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上周二呢 多部门又联合发布了 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 加基扣除比例的公告 这将有利于台生相关公司的当期利润和改善公司的现金流 这两天押运会数字人的亮相呢 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数字人演员 又给A股市场带来了新的机会 我查了一下相关的研报 元宇周中数字人的这个市场规模呢 有望从2020年的这个94.7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363.4亿元 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利人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95.3亿元 这个增速非常的惊人啊 回到盘面 今天市场呢成交量有所萎缩 只有7129亿 还有我周五就说北乡是做短线的吧 你看看今天他们几乎把周五的金买入全部卖出了 SD板块终于上演了电听潮 倒是上周一直跟大家提示的低位的医药表现还不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只要是调整医药就比较抗跌 这个板块呢还是可以继续逢地关注的 情绪面上呢利好的传闻未能实锤之后呢 大盘是缺乏上攻的信心的 节前效应呢又主导了市场的整体节奏 大资金呢又有贵币长价的需求 所以操作上不宜太寂静 因为节前抛压的顶峰可能还没有出现